17日,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发表声明 支持20日华人声援梁彼得游行 强调执法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责任不应由梁彼得一人承担 我们千万要当主流社会 不要让他们有丝毫 我们有义和团或者什么样 这样的形象、用语、表达、方式等等 他可能会犯错,但他没有犯罪 希望法官能从情理这方面 给予重庆的处理 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华人社会 能够写信给对方的家庭 表示我们的慰问 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站出来 替梁警官声张正义 并不表示我们对你们的小孩的牺牲不关切 政府在管理上就存在的严重事务 让这么年轻的警官 而且是两个都是团队 然后一起搭档区 到那么危险的警局 江星比星 各位记者朋友 江星比星 你们的孩子如果是出于这样的情况 还有我们所有的人 每个华人社区 乃至于白人黑人社区 都是这样 如果是两个黑人也是这样子的 没有经过训练 也放在那里 他们会不会出现同样情况 两个白人的警员 没有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 在纽约市警察局的这样的管理下 会不会还会发生同样的悲剧 他没有 purposefully kill anybody It just happened It's a tragedy Girl's death is a tragedy 第二 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的梁警官 不是个坏人 他就是一个rookie cops 第三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次 他是整个一个这个 NYPD的procedure 这个imperfect training procedure 这个victim No.4 他也是这一次scapegoat 就是刚才丽丽讲的 他成为我们这个政治的 这个大环境下的scapegoat 他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下的 这个大环境下的scapegoat